這部相機曾經服務美國太空總署 就像你看到它拨光圈和拨距離的時候 它都是特別有一些不同的按鈕可以拿著來拨 我們相信有機會用的人可能要戴手套 這一部就是英國皇室的限量版本 英女皇它也是用這個牌子的相機 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客人 所以每次這個品牌幫它做相機的時候 它們的習慣都一定會再做多一部 從這些相機的外觀看 或者不會明白為什麼它們價值過百萬 但其實它們背後都有特殊的歷史背景 全世界只有一部 有一些背後一些很有趣故事的相機 其實它的價值不一定在於金錢上的價值 而你如果可以發掘得到這部相機背後的故事 或者是哪一位出名的攝影師用過的時候 其實每一次找到這些相機的時候 我覺得比買到一部很貴或者破紀錄的相機 我覺得是更加有意義的 十八年前 德格拉斯的太太送了一部飛林相機給它 自此它就開始收藏 這部相機的外殼已經非常殘舊 更加有改裝過的痕跡 但就是它最珍貴的收藏之一 因為匈牙利攝影大師布拉松曾經用過 這位攝影師他年紀大了的時候 你要去看字很難的 所以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你看到就是他找指甲油 是怎樣的某些位置 這個就方便他拍照的時候 其實他就看顏色就可以了 為了搜羅心儀的古董相機 他每年都會參加在奧地利和美國的拍賣會 另外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收藏家聚會 都是他的尋寶途徑 收藏家需要做足功課 分辨出值得收藏的型號 務求一擊即中 相機不是好像股票或者是房地產 有些時候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有買賣 因為如果你想再賣出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到懂得欣賞的買價 2013年香港舉行了第一個亞洲的相機拍賣會 198件拍賣品全數拍出 總成交額超過2300萬 有相機的成交價比原本的最高股價高出200萬 古董相機的確有價有市 買的時候其實都要看很多方面 例如大家都要考慮 除了買家有多喜歡那部相機 或者那部相機對他來說有多有意義之外 當然都要考慮買究竟是甚麼好的投資工具 收藏家最怕買到硬品 這個有超過100年歷史的相機品牌 就有來自德國的專門鑑定師 協助用家分辨相機的真偽 很多時候他們是可以看到 在廠裡的很多內部記錄 內部記錄是很重要的 因為內部記錄很多時候 這個品牌的時候 他們的記錄都是做得很仔細的 所以只要你看到機身號碼的時候 你找到記錄 記錄可以告訴你很多東西 包括是甚麼時候做 做完之後是哪個型號 跟著是去了哪個國家 有些甚至會寫明是給了哪個位置 每一部相機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而德格勒士家的藏品平均都有六七十年歷史 為了保護這些歷史故事 他每個星期都要進行特別任務 如果你長久不動的時候 他的快門的時間就會不准 所以他跟人一樣 你長久不長要幫他做運動 令到機械的零件的時候 他可以有些操作 否則在裡面很多零件老化之後 或者裡面有些油 可能會乾了或者硬了之後 在運作上就不長順 今時今日拿起手機已經可以拍照 菲林相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 可能已經是過時的產物 但德格勒士就認為 用菲林相機才可以讓人享受攝影的真正過程 不是只看一張相片最後的質素是怎樣 而是在整個過程 因為你如果要拍菲林相機 你如果要用一個全手動的相機 其實你要對於攝影 和對於整個相機的運作 你要很清楚 例如你要懂得擦光 例如你要懂得用多少光圈 多少快門 選擇哪種菲林 而不是說就這樣按一個按鈕 就有一張相片出來 為了展出具獨特背景的相機收藏 和保育傳統攝影文化 三年前 Diglas就投資過益 成立一間攝影博物館 希望教育公眾攝影背後的意義 請問她 請問她 感谢观看